好在是清華大學 來吧 家家到底是誰我嚴重懷疑是那個窗口的人 可是好像又不是 因為他可以實體出現 老胡回來後這問題在我腦袋裡徘徊不去 我想直接找A碰面討論 但A後來拒絕了我提議說不想被發現沒有 按照遊戲指示來做 也是如果因為這樣被失蹤的話 赤頭太大TOI真空的背景 他們官網新聞報導都沒有一樣 看起來就是一間製作遊戲的普通台灣獨立工作室 在公司過去也沒有任何詭異的負面新聞 看來只能靠我自己努力 實在差不多有什麼有用的資訊 常在看看什麼線索時 腦袋突然連光一閃 在口袋裡翻出了當時窗口莫小姐的名片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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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家家...莫家家啦 莫...莫...莫家家啦 欸... 偶大的答案就在我面前 我居然完全沒注意到 我一直也是姚家勒 看...我沒有看仔細 莫...莫家家...莫小姐 他居然可以跟這些校園都傳說聯繫溝通 這算一種通靈嗎? 但跟這個遊戲有什麼關聯? 我想問到什麼狀況 只是死盯著名片上的名字 清理儲仇是否該再打電話 連續這位莫家家小姐 我可清楚 還是有感謝報警 警察會相信我嗎? 還是... 你直接聯絡比較快 啊...老虎 我要給你看個東西 我們慘了 我叫莫小姐的名片照片傳給他 哇靠!這聲小 意外哀哀的企劃給我的名片 你看他的名字了嗎? 蛤? 噢... 這... 靠北不會吧 這真是遊戲公司的人自己搞出來的喔? 他目的是什麼啦? 你之前不是接過他們的工作嗎? 我也不懂啊 明明在這裡是同一個人發案給我的啊 還是說他們有新的金主 換老闆後公司大轉型啊 轉型也不至於做這種奇怪的事吧? 不行不行不行 你現在這樣只能跟本人對峙了 好好好我聯絡看到莫小姐 手機傳給莫小姐 但一直停在未讀狀態 打電話則進到影音信箱 適合打名片上的電話查詢 但同事說他請了一個禮拜的商駕 稍微他名字搜尋也找不到任何社群網站 這時代還有人不用社群網站嗎? 不好說耶 我估計可是 就想看這道警察局報案時都能口時 收到A的訊息 抱歉 上次你說要見個面 我還是覺得不妥 你的進度到哪裡了? 我還正要去成功大學 沒事啦 剛解決了淡海大學 成功大學下一關嗎? 我記得是清華的下一關 喔那就沒錯了 對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有調查過莫小姐嗎? 有 但我沒調查到什麼奇怪的地方 他不是只是遊戲公司的工作人員嗎? 公燈姐姐說 這位莫小姐跟他們的女鬼一直有聯繫 我不懂這什麼回事 什麼? 和女鬼們有聯繫? 我不懂你的意思 公燈姐姐說 都市傳說中的女鬼們 自己有自己的聯繫方式 他們會互相分享各種事情 莫小姐也在這個社群裡 他還有發言 靠 我越說越奇怪了 如果他可以跟都市傳說的女鬼溝通 不是他可以通你 就是他根本就是鬼吧 靠北見鬼了 你見人還少了嗎? 你都已經看到四個了 你還想怎樣 你都看到四個了 再多一個好像也無所謂啊 湊個五個 然後你乘以二還可以變成之位 多好 這樣啊 我建議你繼續把遊戲完成 關於莫小姐的事情 我會去調查的 我害怕莫小姐會不會失蹤了 公司沒有人知道他去哪 也不願意告知他親人的聯繫方式 我用他的名字在網路上搜尋 也找不到相關訊息 現在會有年輕人不就社群網站嗎? 太詭異了 我想不到辦法了 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話 或許我們應該跟他好好聊聊 嗯 我盡量試試 等我消息吧 這次對話就在這裡結束了 A的反應好像有點勉強 他之前調查莫小姐的結果 真的如他所說嗎? 你有沒有想過 或許這一個 這一個 A 他就是莫小姐了 呵呵呵 還有什麼是瞞著我嗎? 或許他跟莫小姐兩個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打算那個吧 合謀之類的 看著手機思考了一陣子 才傳訊給老胡交代一些事情 然後就前往清華大學囉 隔天傍晚 我一個人獨自來到下一個地點 清華大學 雖然不知道A能幫上多少嗎? 但我有個預感 只要我繼續玩下去 這一切謎題 一定會有解答 再來之前 我查了清華大學 有很多有名的都市傳說 像是宿舍的陰陽門 中塔上 倒吊的鬼 走進去 就會迷路的人社院等等 每個看起來就很不妙 但老胡不在 我只能靠自己了 唉 我們現在要靠自己 不是我們 他要靠自己 我來看一下這邊的公燈姐姐怎麼說 該校的色色大樓前百分尊雕像 是一個手提包包 戴著帽子正查看手錶的時間女性 傳聞這邊是流連此處的鬼魂的形象 在古生古香的公燈道道上 只有女性在等待著情人私奔 具備放鴿子而悲傷尋短的故事 偶有會出現黑色烏鴉自經人常常站在大道的第三盞燈上觀察行人 不許是女子的化身人在期待著拋棄她的戀人出現 嗯 不要等了啦 會來了就是會來了 不會來了你等再久都一樣 上面開始吧 材料科技館周邊 時間越來越晚按照指示來到了材料科技館周邊 這區大部分都是四五層樓的房舍和密密麻麻的龍樹 牛曲的樹形糾結成了樹櫻隧道 如果有人隱藏在這裡不靠近是發現不了的吧 邊走邊思考木曉到底去哪裡呢 他介入這事情有多深呢 光燈姐姐說他是遊戲設計者的話 他會不清楚這個遊戲導致的結果嗎 或許這就是他想要的 為什麼我覺得他現在這裡有點像是極其都市傳說的力量 然後會來幫助大人館的 徐佑 徐威啊 A說的會幫忙調查 如果A能能夠測試名單 可能令人更多遊戲公司的資料吧 請你雖然焦慮 但還盼望者能夠了解視覺的真相 我們這些測試原池棋子而已 但這盤棋盤到底多大 又下到什麼程度無從知曉 如果沒有找到相關線索的人 一切都還是無禮物中 就A的說法 即使找遊戲公司的人回報 遊戲公司也不會承認有測試者消失的事實 如果中段測試可能就無法再救出那些失蹤的人 甚至連我們自身都有危險 關鍵在於墨小姐身上 我們得盡快找到他 如果他不是因為外力影響 所以才消失的話 只要繼續進行遊戲 想必就會有更多線索 唉唷 只是龍樹的氣根 還想什麼東西咧 摸我頭 嚇我一跳 但這裡的氣氛怎麼又要暈身啦 可是龍樹不是 龍樹不是比較不會招音嗎 柳樹才會吧 龍樹常常的氣根垂頭下來晃著 多到我都有點密集恐懼症發作 不要那麼怕啦 密集恐懼症這種事情 習慣就好 阿地上怎麼放了杯啊 是不是又要夜覺隨身留下來 他怎麼那麼愛夜覺啦 要保杯是不是 來 保杯 唉唷 第一個就醒杯 漂亮啦 來啦來啦 多一個多一個 再一個 漂亮啦 大學生活還真多在做之類吧 這什麼 只是確認一下這個道具 門部帶有米 刀子 鹽 杯子 一個人的桌米廠 不知道是用來做什麼的 有人在這裡煮飯嗎 話說杯子佔了一格背包 還有什麼特殊用途嗎 出現了蝴蝶園和兒童樂園 為什麼清華大學會有兒童有關設施啊 煮飯機會意外多的太完整了吧 刀具白米調味料 那我記得一個人桌米廠不就需要這玩意了嗎 是吧 不理他我們先看排球場吧 這裡是做排球場 然後我又流汗的原因嗎 不對 我好像感覺到有人在看著我呢 靠北啊 誰啦 長得怪的東莊希望就看到漆黑夜裡 倒入兩側的樹 喧鬧的沙沙聲在空盪的球場中回蕩 誰 欸有種他們出來啊 躲在暗處算什麼英雄好害的 我雖然往英演出的大吼卻沒人應答 靠腰 算啦 還是先把關卡解決好了 遊戲裡的定位對這也沒錯吧 這有什麼東西啦 啊 信息跳出來了 呵呵呵 針線 哇 針 縫線 指甲剪 這針線把拉鍊好像沒辦法關起來 我不是故意要偷看的喔 指甲剪針線 這東西要來做什麼 縫補衣服嗎 正詭異 越看越像 一個人臭蜜沙 第1和第2綜合大樓應該在這裡 定位在這附近 我繞個兩圈看看吧 應該在那個轉角 怎麼有個小孩啊 我繞過轉角在建築陰影廳看到我個小孩蹲聚者 手上抱著一個骯髒的泰迪雄布偶 頭滴滴的臉埋在布偶裡面 通常 晚上的大學 應該不會有小朋友吧 你說呢 我瞥了一眼手機的畫面 在看現實比較 很好 這小鬼八成就是那些靈異傳說的主角了 我小心翼翼的往小鬼走過去 雖然沒有特別想隱蔽 但也怕驚嚇到對方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嘿 小鬼 你怎麼這麼晚還在學校裡啊 越靠近 連小鬼的異臭都飄進了鼻腔裡 那是腐敗酸臭混著泥土的氣味 一直超硬提到手臂上 猛的用力一揮把他拍掉 小鬼 抬起頭 空洞 蒼白的眼球看向我 哇靠 我被他音效嚇一跳 沾滿天醜血液 爛肉破碎的臉烈者一笑 露出了掉了數顆牙齒 有些漏風的笑容 呃好吧 我只想接泰迪熊 跟小孩子好好溝通看沒問題吧 問題可大囉 大哥哥 你還不要陪我玩 我可以說不要嗎 泰迪熊可愛嗎 我想說他好臭 欸他真的選項好誘人喔 好像點下去喔 他很臭 我想要跟你成為 buildings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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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por 為什麼要選那麼誘人的 選項呢 討厭 迷 writs的靈魂 呵呵呵呵呵呵 因為選項太誘人了 害我有點受不了 不行選不要 就直接那個 很可愛 小鬼突然往我衝過來 還想要把泰迪熊貼到我臉上 兩槍的倒退了好幾步 決定先轉身逃跑 其實長這麼幾歲 至少腿皮那小鬼長吧 哥哥 陪我玩啦 我只是想跟你見一下泰迪熊 別追我 眼睛小鬼把泰迪熊拖在地上 正要往我飛奔過來 就突然停下腳步 欸 那是誰 等我 小鬼不知道看到什麼進步在追我 從往反方向跑去 即使很想救人者放下鬼打交道 但虧進關卡的道具還在小鬼手上 清黑一行 決定跟上去 視線邊緣 近瞥見一個人影陣往另一頭逃 誰躲在那裡 意外的狀況 那身上限速被激發 用最快的速度狂奔 那人影馬上消失在黑暗的樹林中 看不清往他跑了 家家嗎 墨家家 喘著大氣走看又早 只有一片寂靜 四周的行動 是被新竹特有的 大風吹得傻傻作響 日壓在路燈照射下 張牙舞爪 的 做出不安好意 回到剛剛的地方 小鬼早就交事務中 只留下太迪熊王被遺落 貪軟的 躺在地上 小鬼抱著太迪熊 然後詭異的太迪熊娃娃 蛤 蛤 蛤 這些儀式用品 索索碎碎的 按照筆記上的素素素 這個關卡應該是 從日本流傳到台灣的 Tony 是一個人的蹤迷掌 是不是 是不是 前置作業不少聽起來有一點邪門 像是把自己一部分身體 指甲、血液、放到娃娃裡 娃娃就會有意識可以移動 最後也需要一杯鹽水 這遊戲還有合成道具的功能嗎 該不會 是這個吧 廚具包裡面的杯子 人是來到湖邊了 但我該怎麼取水 自動合成鹽水 哇 錢自動欸 謝謝齁 那個儀式的必要物品 就收集完成了 你看 要讓王偶被鬼東西附身後 讓王偶來追你 跟你捉迷掌 被發現一定會發生可怕的事情吧 像說 在這個儀式裡如果要讓 附身王偶的東西離開 要對王偶吐鹽水 並拿刀刺路 才能從一個人的捉迷掌中逃離 流程也太多了吧 要忍不住 周圍也沒人聽到 我記得沒錯 在怨鬼樓這部電影裡面 好像也有一個人的捉迷掌欸 如果老胡在做就好 至少這樣我膽子還會大一點 畢竟如果在現實中做這種儀式 根本就是做死吧 沒有錯啦 這做死的程度 大概等於 小隻用拳頭去做操弄一樣吧 就算是在遊戲中也一樣做死就是了 是啊 各方面來說 我們現在都在做死 呵呵呵 找到了 雖然目前已修整為蝴蝶園 但據說 該地原本是個廢棄的兒童樂園 據傳是為了安撫國王的兒童鬼魂 才設置這些有的設施 他們是否能在尋找永遠的玩伴 將自己的指甲和白蜜 作為填充物放進小人後 再以紅線縫上 替他取了一個暱稱後 以刀刺穿 說明上便開始了 參與遊戲者必須口含鹽水 若被人偶找到 則會消失於世間 但若在遭遇時 以口中的杯中鹽水攻擊 並再次刺殺人偶 再將其燒毀 就能徹底除去改靈 這就是最後一個地點 沿著大陸走到靠近山區的位置 陸可的牌子上寫的是蝴蝶園 奇怪 真的這裡嗎 尤其是哨語寫的兒童樂園 我查一下網路上對蝴蝶園的說明 看來這以前是在新華大學開發的時候 原本是一塊公墓 後來因為開發的關係 把墓都牽走了 學校為了活化這地方 做了一個給兒童玩賞的小公園 那不知道為何被傳說鬧鬼 甚至有人傳聞 這個公園是為安撫被葬在此處的孩子的靈魂而見 這次以後 此處就和兒童幽靈出現的各式鬼故事不進而走 此地自然 無人敢才靠近 跟天天姐妹陰森 七年才敢見為蝴蝶園重獲生機 啊 所以才是小鬼啊 總之 確認一下筆記上內容是否都收集完成了吧 嗯嗯 嗯 白米鹽水紅線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了吧 接下來的環節 遊戲會自動觸發嗎 嗯 疑似中的鬼就是你了吧 剛才一起來 泰底熊放在樓梯下 然後躲到一邊兩頂兵器等待 那請問我們需不需要看監視器啊 應該不用說我們要看監視器然後來找他在哪裡吧 不過沒多久 看看那個全身破爛的小鬼 悠悠在這裡晃了過來 一看到泰底熊發出快樂的尖叫 一把把他抱住了 泰底熊一點點微微的用自己的雙腳站起來 小鬼到泰底熊的短手嘻嘻笑著 偷往左右搖擺現在搜尋什麼一樣 多好了嗎 我也要來找你了嘍 看左右 好 哈哈哈哈太簡單了 幹你們這些人就憑你們想對付我 媽蛋了你們就會從PQ進化成皮卡丘 他們在從皮卡丘進化成雷球裡面也打不到我了 啊 生意條形 可是我不懂怎麼運作的 移動也不錯 森巴太久找到我 這種詭異的姿態 左顧右盼一步一步 一瞬加速往某個方向跑又停下來 真的在找我嗎 他這跑太快我覺得 批趴 樹枝 忍不住形成像前折斷欸 是跟樹枝 如果保好在這方向看 停住並看著我 找我加速 回頭 不要回頭 這時候玩是在小抓米茶 啊阿阿阿阿阿阿 跟桌邊廠完全不一樣吧 這完全是鬼抓人好嗎 一個人的鬼抓人吧 接下來往哪走 上面 等下 不行,可以感應到 先噴它 筆記上說,鹽水噴它 鹽水 使用鹽水 灌著鹽水瞄準畫著娃娃噴 有用 趁現在,泰迪一想解決掉 哈哈哈哈 刺下去好可愛喔 小刀,刺下去 讓透明聲音從太久的身後出來 撲向我 小鬼,放開我 狄雞抓緊我的腳,不讓我把小刀 戳進去 那是我的娃娃 刺腳逃天 一屁股坐到我身上,跟我搶奪那把刀 小小的身軀壓上的勁如此沉重 從指尖開始麻痹的感覺 蔓延四肢,正往全身擴散 使我整個人動彈不得 可惡喔 等一下,不要傷害他 欸,你肯出來了嗎 在意識朦朧中 一個年輕女生的聲音 傳來,刺責著攀在我頭上的小鬼 感覺到壓住我力道減輕了不少 好不容易才坐起來唱歌 咳咳咳咳咳 這真的會被這鬼東西搞死 那頭看才認出剛救我的是誰 莫加加 那個我以為失蹤了的 遊戲公司企劃 莫加加 呵 所以那果然是那個 傳是那個加加嗎 加加姐姐,你果然來了 我剛剛看到你了,怎麼不來陪我玩 哈哈哈哈 剛剛差點被你抓到了 等一下換你當鬼來抓我 好啊,但我等一下才能跟你玩 此時我努力的爬幾聲 拍來拍身上的草屑和泥土 往他們看去 同時莫加加也看向我這 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 嗯 嗨同學 你今天沒跟另外一個同學一起來啊 你果然都知道嗎 這很重要嗎 你跟蹤我 也不是啦 就 這個遊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危險 有點擔心你一個人 哈哈哈哈 她的笑容挺勉強 而我只是一步一步的往她進逼 沒事的話我要走 正想轉身離去 一個身影從小路後面走出來 擋住我加加的去路 果然啊 那老虎也來了 你就說莫小姐吧 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留下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暫時還不能讓你離開 老虎 你也太慢了吧 我他媽差點被鬼弄死耶 果然他們兩個是故意分開的 因為那時候他有說他傳給老虎一個訊息 然後他就說自己走過來 老虎怎麼可能放他一個人過來嗎 他們兩個是真愛耶對不對 怎麼可能放著老... 老公怎麼可能放著老婆自己跑出來不顧呢 我明明就跟著你們了 啊你們直接消失在這條路上 我來來回回走了幾次都沒看到啊 等到莫小姐插手後才看到你們了 這小鬼搞的鬼嗎 不知道 但現在有個人應該可以為我們解答啦 我們有志義堂的轉向被我們堵在中間 有些不知所措的莫小姐 呃...你們... 你們一直盯著我看 有點緊張耶 可以放輕鬆一點嗎 雖然莫家要試圖緩和現場氣氛 但我看老圖中就堵到知道內心的人 才不會輕易放過他 哼哼 他似乎也解讀錯我們的意圖 放棄的叹了一口氣 你們想問什麼 我知道了 我就盡量回答吧 為什麼你知道原型之前都和我一起行動 你一直跟蹤我們嗎 呃...不 這是第一次 因為我怕你們又碰不到鬼之類的 那你從哪知道老虎的事 他並不是測試者啊 呃...那個啊 我們測試遊戲都會在配局收集使用者的操作過程 螢幕錄影收音之類的 所以我才會注意到你們是一起玩的 但也沒關係啦 不要說出去的話 就不會有違規的問題 你們也不用擔心啊 你覺得那是我現在最近擔心的問題嗎 或許是被我冷漠了以及嚇到 莫家就畏縮的向後退了一步 你知道測試員失蹤的事情嗎 知道 我有接到一些回報 但我們的遊戲並沒有設計類似的機關或內容 也沒有證據是遊戲造成的 只能說出現那麼詭異的巧合會遺憾 那你知道A嗎 我的疑問打斷莫家家的解釋 但他皺著眉頭滿面疑惑 A是誰啊 好像也是測試員 是他告訴我們有人失蹤的消息 還要我們繼續測試下去 不然我們也可能被失蹤 我不太確定你們說的是誰 他在跟你們說嗎 我回去聯絡看看 那天在百頁大學 我看到元希就在我們眼前突然消失 過了好一陣子才回來 那這你又要怎麼解釋 對 我的記憶中 我當時在車禍鬼在說話 難道也是因為這樣才會從限時都消失嗎 我本來真的 以為那只是巧合 不是有的時候玩恐怖遊戲 比較膽小 八字青人會被影響嗎 或許是上次運下才回來 沒變成那邊地府裡 那運氣不好的人 會不會就此消失啊 我之前問過你鬧鬼的事 但你也說是巧合 這遊戲已經進行一半了 一開始說遊戲幕要收集道具 即行儀式來召喚都市傳說 就如你剛剛看到的 進行儀式後 居然把遊戲的鬼魂在限時都召喚出來 這又怎麼回事 而且我們的主角都沒有找到一個問題 當元希先生 你應該問一個問題是 那個小鬼為什麼認得佳佳 剛剛 剛剛那個小鬼看到墨佳佳的事 果然是姊姊 所以代表他們認得 而且他回覆他的說是 我現在在忙 晚一點在陪他玩 所以代表他們根本就是熟識吧 對墨佳的閃躲我已經死犯不耐了 只差沒有抓住他搖晃 看能不能搖出更多的情報 但墨佳姐免設蒼白的名字的嘴唇 一點抱歉看著我們 對於他的沉默 不由得生氣起來 你不解釋的話就算了 反正我們也只是你顧的外報測試員 少幾個人根本沒差事吧 為了測試遊戲 我已經不知道撞鬼幾次了 我不想繼續下去 如果魂術都要死 那乾脆讓鬼來把我抓走啊 完了什麼他媽的契約符咒 說得比現在玩笑對還更安全的 你們智障是不是有點問題啊 還是太氣了 積累了許久的怨氣話 我的間諭的語言 紛紛的往墨佳佳刺去 請你明白這些企劃對情話有幫助 但你怎麼辦 我為什麼繳活進這個爛攤子 到底誰才可以信任 墨小姐聽我一番抱怨 臉色變得更加慘白 著急的話就是脫口而出 不 不行 你們是拯救那些失真人的唯一希望 本次來老吴交換一個不解的眼神 墨小姐果然知道些什麼 怎麼說 你們確讀過的那些測試員真的消失了 真的不是你們公司搞的鬼嗎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聽說有些人 或者說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沒錯 聽說失去聯繫的那些人 都在遊戲中途中遇到奇怪的事情 但不是直接撞鬼 他們連用遊戲的儀式造的鬼魂都辦不到啊 幾乎都在遊戲過程中憑空消失了 除了你們之外 我們沒有收到其他人撞鬼的回報 但你們做到了 我們居然能把都市傳說的平衣給召喚出來 我一開始從來沒有預期到這個可能 我不懂 這隻那個本部遊戲 本來就不應該連現實中都能看到鬼吧 是啊 你們本來就不應該看到傳說中的鬼魂 但你們是唯一看到那些鬼魂的測試員啊 不知道是天生奇才什麼特殊的感應 你們有 人家裡有特殊宗教背景嗎 別開玩笑了 好嗎 看你還沒 現在還在那邊五四三 是有什麼話不能直接講啊 怕那個誰 張元希不肯幫你 是不是 我家家的猶豫 左右途抽出 最後終於探口才開口 這件事情我不可以跟你們說 但請你們相信接下來有說的話 最初這個遊戲很單純 只是個以都市傳說為主題的恐怖遊戲 後來我針對機制做了一些修改 請公司製作 遊戲公司的團隊並不知道 只要開著遊戲實際到都市傳說發生的地點 就能增加那些傳說的力量 遊戲完成後 我打算正式上市發售 畢竟只要越多人玩 就能夠收集到更多都市傳說的力量 所以那面鏡子果然是要收集都市傳說的力量 各個都市傳說的力量 上市前 我想讓這次有些試試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請公司安排外部測試 沒想到 抱歉 我也知道這聽起來很荒唐 嗯?收集能量 是用公登姐姐說的那面鏡子嗎? 嗯?你們有碰到過公登姐姐嗎? 她居然知道鏡子的事 我之前並沒有提過太多遊戲的事情 墨家作起眉頭 似乎思考著公登姐姐到底知曉了多少事 確實 我們剛剛說的都市傳說能量 就是透過遊戲中的鏡子 直到具來收集 但是能量已經被鏡子吸收後 就不應該影響到現實世界了 那拍到公登姐姐的影片 在百葉大學被撞死的同學呢? 可能就是都市傳說的能量變強了 讓更多人能夠看到他們 但殺人 而我不認為 百葉大學那個同學可能只是巧合 他甚至還不是我們的測試員 什麼意思? 巧合 那有那麼多巧合 撞鬼也是巧合 一模一樣 車禍的眼前發生也是巧合 感受這個用詞 但胸中映露的情緒 讓我一個字突不出來 所以只有測試員才可能接觸出事傳說嗎? 原本應該是這樣的 但實際的原因我們也不清楚 其沒誤會 我們並沒有厲害到可以撕什麼詛咒在合約上 你們也不是兩個人都有簽約 但都見到了公登姐姐對吧? 我猜你們可以看到公登姐姐 就是因為你們正在測試這個遊戲 聚集的可以召喚她出來的儀式物品 讓她的能量變強 所以你們都看得到她 你們也太誇張了吧 這已經不是見到鬼那麼簡單 而且測試員會像我們這樣碰撞生命危險 像是最有骨的女鬼 尷尬小鬼 不是都想對照遊戲不利嗎? 你要怎麼解決這事情? 莫加加一點困疚 開口又閉上 非常煩惱的樣子 抱歉 枉顧測試員的安危確實很過分 但是為了盡快完成遊戲 我才一邊調查一邊協助測試員 希望他們不要退出去測試 好吧 我不知道這個莫加加到底透露出多少 我覺得她講的話一半一半 如果她真的就是在那個女鬼群組裡面的佳佳的話 那我覺得她講的不全 那如果她不是的話 她又怎麼知道這些訊息 只要破關相信一切就能恢復原狀 不要擔心 聽到這裡實在不知道該從哪裡吐槽起 該說莫加加沒清洗還是熱觀過頭 為了遊戲公司自己都搞不清的神秘力量 讓我們這些第一線測試員犯險 現在她媽說只要破關就好 是多看不起人啊 就算退一步啦 不檢討這些討人家的假方太多了 然後沒有辦法解除你這個一手造成的鬼設定嗎 只要不用鏡子收集能量 我們應該也不會再撞到鬼啦 而且如果你們可以跟都市傳說聯繫 應該可以把被消失的測試員帶回來 現在怎麼回事 對啊 那些失蹤人你們打算怎麼處理啊 關於這一點 公司很並不知情 我猜測 那些測試員可能是暫時被關進都市傳說的世界了 因為都市傳說的能量增強了 但鏡子與程式沒有完整交叉運作 導致能量沒被完全吸收 這能量可能創造了某種暫時性的通道 讓那些測試員通過後又關閉了 但從我們的世界沒辦法直接打開通往都市傳說世界的通道 至少現在還不行 而且那些測試員為什麼被帶過去我不知道理由 也不確定要怎麼防伴 我是真的沒辦法 所以才會開始跟蹤你們的 你們很特別 張同學你也差點被帶進去他們的空間 但你卻能成功回來 我認為只要你們走到遊戲的終點 把鏡子帶到最後一關 一定可以幫助到那些失蹤的大學生測試員 這些人需要你們的幫忙 靠我或是公司的人是做不到的 哼 這時候的莫小姐的話有幾分真實 輸入腦內磁吸太多一時無法好好整理 其實有被都市傳說帶走的風險 但我和老虎可能什麼特別原因 見到都市傳說本體 還可以跟他們交涉 我其實並不想幫助他 也不想為了最有莫名其妙的遊戲公司做事 畢竟我只是一個被捲入的打工在倒霉鬼 還屡次有生命危險 他講的話並不完全 他講一半一半的 但那些測試員只是隨小就被帶走 如果他們還有救 袖手旁觀也過不去 王老虎交換一下眼神他搖搖頭 當我緩緩的對他點了點頭 他只好貪手 哈哈哈哈 啊隨便你啦 老虎知道就是愛管行事 太過鐵齒 這種事如果放著不管 心中總是過不去 再說了 主動退出測試計劃 你難保沒有未知的風險 要我們繼續下去 但我有條件 莫小姐 你得跟著我們一起行動 對 你一定知道遊戲設計的走向吧 這樣也能幫助我們加速遊戲進行 老虎跟著附和了我的提案 對於我們的提議 墨家睜大眼睛 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 欸 這樣真的好嗎 難道你還有什麼 瞞著我們的事嗎 沒沒沒 沒事 我答應你們 我會盡全力幫助你們完成遊戲的 這還差不多 雖然搞不懂你的目的是什麼 但你不覺得這樣太不人道自私了嗎 聽到我這麼問 墨家睜的神情隱約有些變化 但無法參透那複雜的情緒 他的目光 乎穿透了我 看往很遠的地方 似乎在回想 或者在盼望著什麼 這個遊戲 對我來說很重要 這關係到一個 被禁錮許久的靈魂 是否能夠被釋放出來 所以他根本就 這件事跟消失的測試員或許沒有關係 但你們要相信我 如果你們能夠走到最後 一定 一定可以把消失的人給救回來 也一定能幫助他那個人的 啊你們講完了沒啊 快睡著了 破壞機會的小鬼突然 常讀了中大的對話 脫了太底層地上蹭啊蹭 把那隻小弄得更破了 啊不管啦 家家姐姐陪我玩 呃 你為什麼跟這小鬼很熟 他是鬼欸 哈哈 為了考察遊戲來過好幾次 應該算熟吧 墨小姐你也看到鬼啊 該不會是我靈異體質吧 呃 是可以這麼說啦 一般來說 有靈異體質的人 不是很討厭跟鬼在一起嗎 聽說會被影響精神之類的 而另外他們怎麼不會追著你跑 或是想抓你啊 呃 可能我有抓到跟他們相處的平衡 雖然做一些奇怪的事 但還是好人 吧 啊現在重點不是我啦 你們要回去了嗎 沒事的話 要不要再陪弟弟玩一次捉迷腸 他平常很少有玩伴 就跟他一起玩欸 蛤 跟這個鬼啊 不是不是我說跟這個小朋友啊 想起自己放在權力躲藏 不想讓小鬼找到的樣子 再聽聽墨小姐天真的邀請 薩子真覺得自己好蠢 老了我吧 我再不要 老狐上 幹 我跟這件事才最沒關係的吧 我跟老狐這麼推來推去 放在警班的機會緩和了不少 雖然與遊戲公司還有墨小姐 能量有不少創可也算 但至少目前我們還算是同一艘船上的戰友 像墨家家小鬼愉快互動的模樣 總覺得這個人有種神奇的氣質 居然能讓已死之人如此信賴 大家姐姐 你的朋友也一起玩嘛 誰要當鬼 誰當鬼喔 還有誰 我們之中可是有個真正的 欸欸 不要想想出來喔 呵呵呵 老狐用手肘頂了我背一下 翻了個白眼 這傢伙嘴巴說到無關 結果還是要陪小朋友一起玩嘛 呵呵 不然我來當鬼吧 你們去躲起來喔 十九八 眼著眼睛開始倒數 我在心裡想著就玩一次 只玩一次而已 接下來到底還有幾個關卡要過 就交給之後我來煩惱吧 登登 沒錯 這個東西是怎樣 這就跟我平常刷卡的時候一樣 反正下個月的我想打 上個月的我是打不到的啦 呵呵 有本事來打我啊 呵呵 喔 兒童小鬼補充故事 看一下吧 嗯 我住在學校的後山 從我有記憶以來 那裡曾是一片亂七八糟的高潮閃坡 一些石頭被到處放來放去 不知道那是什麼 只是有點礙事 後來這裡開始有人出現 把地給整平了 還蓋了一座叫兒童樂園的設施 說可以讓人多多來玩 但我們也在在等啊等 沒看到幾個可以跟我一起玩的同伴 反而來了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舉著亮晃晃晃晃的 我聽到有人不停地發出尖叫聲 欸那些翹翹板溜滑梯真的那麼好玩嗎 雖然有人陪是不錯 但他們多半也不會陪我玩 看到我的不是大叫就是逃跑 大人真的好無聊喔 我蹲在溜滑梯上 往下看著沒有燈也空無一人的兒童樂園 最近他們又把山坡整理成他們口中的自然環境的樣貌 說這樣會引來蝴蝶 蝴蝶會比人喜歡這個地方嗎 有個大姐姐最近很常出現在身上 還扛了一堆器材 身在拍照測量之類的 我太無聊就躲在樹林裡偷看 還差點被抓到 喔不 他好像一直在看我 難道他看得到我嗎 看什麼啦 誇小 感覺有點討厭 但大白天的我也沒辦法做什麼 我只能生氣地轉身往山裡的深處跑去 不過沒幾天他又回來了 只是他今天是晚上來的 明亮的手電腦罩在我身上好煩 但又有點期待可以留下來陪我玩 我很快地鑽過樹叢到小山坡 從那裡可以看到通往我的領地的道路 我決定要搞清楚他到底想做什麼 姐姐陪我玩 瞧瞧他身後拉了他他的裙擺 那個姐姐把他轉過身 看到我之後 一點被嚇到感覺都沒有 實在有點失望 看記憶他我真的還忘記小鬼仔 對我剛剛真的忘記他了 我以為他已經跑去玩了你知道嗎 你住在這裡嗎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哈 才不要咧 那我們來玩捉迷場 如果我抓到你就幫我一個忙 呃...呃...是可以考慮啦 這時大姐姐拿做個太底熊 笑咪咪看著我 想要 我讓我們坐直人盯著太底熊看 往前一步兩步 不行 我不能被這麼簡單的事情騙走 我的名字是佳佳 我們一起玩捉迷場 如果贏我的話這隻熊送給你 如果我贏的話 那我們就要請你幫我做一件事公平吧 我嘟著嘴很不情用的點點頭 姐姐露出了小小的但很可愛的微笑 後來不知道怎麼了 我居然在我的地盤上輸給了大姐姐 他就像早就看穿我會躲在什麼地方一樣 真是太可惡了 他是要贏了 但還是把太底熊送給我 然後跟我交代了一些事情 例如那些儀式 然後來幫助他們這樣子嗎 聽他說之後會有一些大哥跟大姐姐來到清華大學 要幫他們測試一個遊戲 測試圖中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可以幫助他們的話 盡量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要取得我手上的太底熊 那這裡就覺得不太樂意 我的東西還不要給他們 大姐姐說這只是一個過程 他要在這裡做的事情 是收集我代表的傳說的力量 聽得霧煞煞 最後大姐姐說如果太久被拿走 他會再補一隻給我 我才心不甘情不厭的點頭拉一 後來的確有一兩個年輕的大人來我這邊 但奇怪的是 他們過沒多久就消失了 家家姐姐好久沒來找我玩 有點寂寞 直到有一個男生出現 家家姐姐居然也跟著他一起來了 我感覺那個大哥哥應該有某些特別的關照吧 但我終於可以做我答應大姐姐要做的事情了 交給我吧 然後他就開稿了 哈哈哈 行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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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